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介绍如何在对一张影像进行影像分割 那分水岭的概念是以一个三维的方式来看一张影像的 那以这张原始影像为例呢 那中间这张是对应影像强度值 其中0代表黑色 0.5代表灰色 1代表白色 那依照影像强度值可以建立相同高度的一个三维影像 若把一张影像看成三维的地形图 我们可以考虑三种点 那第一种呢 区域性最小值的点 那第二种 水位下降时会下降至单一最小值的点 那满足这种条件的点集合 称作集水盆地或分水岭 那第三种 水位会以同点几率下降到一个以上最小值的点 满足这种条件的点集合 称作分开线或分水线 那这种分割演算法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分水线出来 那它的基本概念很简单 我们可以想象在区域最小值处 砖孔让水注入 那水位呢 以均匀速度上升 使整个地形淹水 水位上升到快要汇流的时候呢 建立水坝阻隔 那这个所建立的水坝处就是分水线 也就是影像的一个连续的边界 我们呢 实际看个例子 这是一张原始的影像 那中间影像是对应的三维地形图 那假如呢 在每个区域性的一个最小值呢 我们钻一个钻孔 钻一个孔呢 让水注入 那那个水呢 金油洞以均匀速度上升 那会往这个整个呢 布满整个一个地形 那右边的影像呢 是第一阶段泛滥的情况 那影像最外围从黑色变灰色的区域 为这个泛滥的结果 那随着水位持续上升 分别上升到第一个集水盆地 和上升到 进入到第二个集水盆地 那中间这张是后期泛滥的结果 那为了要避免这个水呢 在泛滥阶段的汇流 那我们在这个分隔处建议水坝阻挡水流 那这个程序呢 一直持续到 泛滥到最大程度 那最后这个水坝对应分水岭线 将这个分水岭线重叠至原始影像 就会如同右边影像所显示的 那有了基本概念后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建构水坝和分水岭线 这个水坝的建造是以二值影像为基础的 那建造分开二值点集合的一个水坝 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形态学的膨胀来建立 那假设N1跟N2为区域极小点的一个集合 CN-1N1为第N-1阶段从N1泛滥的水集合 以此类推 C的N-1N2是从N2区泛滥出来的 那两个集水区会形成两个联通成分 像右边图像所显示的 当经过第N阶段泛滥之后呢 右图显示这个水已在盆地间汇流 那我们令这个联通成分呢为小Q 然后呢必须满足膨胀成分 必限制在这个Q内 这个膨胀的限制有两个条件 第一点呢 这个膨胀结构元素中心点呢必须在这个Q内 那第二点呢膨胀不能再会使联通成分合并的点进行 那以右边这个图形为例呢 这个浅灰色区域为第一次膨胀的结果 那中心点接在这个Q内 而且呢没有使联通成分合并的点 那这个黑色区域为第二次膨胀的结果 那中心点呢接在Q内 但使有一部分呢 有一部分的点呢会使联通成分合并 右图中实质的一个交叉图样呢 是在Q中满足考虑这两个条件的一个像素点 那最后我们将这些边界的像素点的一个强度值呢 设定为影像允许的一个最大强度再加一 当氾难程度增加的时候呢 这将能确保我们水流不会超过这个边界 以此方式呢产生的边界呢 皆为连续的边界了 好的 在这个段落中呢 我们尝试以这个形态学分水岭的一种分割技巧呢 向大家说明所谓的影像分割的一个方式 那在下个段落当中呢 我们会针对分水岭分割的一个演算法呢 再继续向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